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科幻的 比如说像三体里边的所谓强相互作用材料 水滴 材料科学就是当今世界整个文明的一个物质基础 说到这个材料科学 大家可能会想到很多所谓被卡脖子的例子 说中国造发动机 飞机 航空母舰都有很多材料都还造不出来或者造的不够好 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另外一个提到材料科学大家就会想到的是劝退 这个材料科学可能会熔灯 知乎这个劝退榜可能列在第二尾仅次于生物的 好多人说这个材料多么多么苦 没有前途之类的 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应该怎么看待呢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我的同事和朋友 科大化学物理系和和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的江峻教授 这是一个有太阳能的吸收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太阳能电池的分子 它基于有机的体系设计的 那么他们我们先会把这些结构来去做 基于量子化学计算 得到他们的一些对光的响应 对人们的吸收光 那么也许有个时候它性能不是很好 那我们就会有所调整 调整的话会加入一些的 比如说新的化学集团 比如说我们选这样的一个集团 放到这里 它可能会改变你的性质 也许我们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 模特上随机的尝试 但是更多时候是基于之前有一些数据基础 我们会有一个数据库知道 这个分子这一块是起什么功能 这一块起的是什么功能 然后后来对应来调集这个 所添加的分子集团的颠覆性 然后和他们有个更好的匹配 那么这个设计的最后的结果的话 也许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相样的性能 谢谢大家 谢谢袁师兄的邀请 很高兴进入这样的一个传说中的网红节目 但是首先有一点 我很诧异 我从来没听说过我们材料是一个串退的行业 是吗 对啊 真是太好了 因为我的学生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有就业的问题 而且真的是会大企业或者大学 真相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很诧异 怎么会这样行 所以结论就是说大家学材料 就在跟着张老师这样的高手来学 这个结论非常的明显 材料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 而且迅速在扩大的这个行业 不可能存在说以后会越来越缩小 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 因为大家在新材料这一块投入关注 和它改变人的生活这样的一个前景 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这个领域照我来说是非常看好的 不可能出现说以后找不到工作 或者是没有什么好的出路 是 当然前提是你的学的好做的好 这当然是每个行业的特点 是 那么江老师您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 我其实进入这个材料这个领域的话 也不到七年 最开始我是学物理的 理论物理 然后就转到做理论化学 因为当时对分子电子学感兴趣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同一个领域的 后来我又去做了生物分子学 后来来到科大 然后碰到几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他们说他们正在做太阳能的光水化材料 这一块的话 因为机制特别复杂 所以从实验角度来做的话 有很多的一些不清晰的地方 希望有理论的介入 更重要的是希望有理性设计 没错 不是全部试错的方式 是Rational Design 我们以前讲制药那一期也说到 制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就是理性设计 就是通过把点生物的原理来设计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几千个花火去试 对 所以因为好朋友的邀请 当时也确实觉得这个方向很感兴趣 我们很快就得到了科技部的资助 就花了很多时间投入这个领域 然后发现这里面确实第一次有很多挑战 这让我们更兴奋 必要的话它确实让我们发现了很多机遇 所以现在我们就全力以赴 在材料这一块进行努力 非常有意思 那么说到中国材料被卡脖子这个问题 你有什么看法呢 其实我们中国并没有被卡脖子 或者反过来说是全世界都在被卡脖子 我确实看到很多悲观的论调 或者我自己也体会到 这个材料我们确实做不出来 那个材料美国比我们领先很多年 当我们继续做下去就发现 大家的研究方式其实都是一样的 而且特别是有一个事件都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 我们当时去参观了日本的一个企业重点实验室 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企业里面有很多中文的杂志 中文的期刊 日本人这么喜欢学中文 对啊 我当时就很差 就是说我们其实有时候某种意义很自豪 我们很愉快地阅读英文文献 就说中文文献我们其实看的少 我就问日本的企业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 他说为什么你们要收集中文的杂志 他就说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研发发现了 就是说材料的可能性太多了 机制太复杂 我们原理上来说呢 需要做不断的试错 就是尝试错误再改进 这是一个非常耗时耗力的耗志愿的一个过程 而且有的时候还有一定的那个 就是说危险性 但是呢 我们后来发现中国有庞大的一个科研队伍 做了非常多的基础性的工作 可能有一个材料出来 就会有不同的这个研究组做出了文章 我们发现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 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把一个材料的全局 慢慢的给拼起来了 所以我们省掉了很多做实验的时间 甚至我们可以直接基于这样的一些数据 预测出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一个方向在哪里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我以前做过一期节目 就是说一种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知识库 对对对对 我们强烈的呼吁建设好这个中文的知识库 原来在这个材料科学方面 我们中文已经存在一个庞大的知识库 对对对对 是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并不觉得我们中国真的被卡脖子了 某种意义上说 现在知识其实获取的途径很多 所以并不是说美国的知识就是美国所有 我们其实可以获得知识 美国人也许他们会卡掉芯片 或卡掉什么 但是知识或许我们是有完整的途径的 但是利用的这个范式 现在是全世界都还没有做好 所以应该说全世界在新材料这块地方 卡脖子就很久了 回到100年前 爱迪生他做灯泡的时候 他做灯丝 他一个灯丝他试了整整17年 这个模式100年到现在 其实几乎没有变化 而现在开发新材料 其实投入的这个人力物力和这个场地的资源 是非常巨大的 这种试错方式 其实确实给人很大的挫败感 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愉快的开发方式 新的范式 就是数据驱动的范式 我们刚开始去接触这个范式 实际上是有两个例子出来的 第一个是做蛋白质的 有一批非常天才的科学家 他们做蛋白质本来要做一个建模的话 需要十几年才能把一个蛋白质模的建好 但是他们开发了一些这种视频程序 视频游戏 很多人下载 然后根据这个游戏的规则 他们试着把这些蛋白质的片段给拼上来 很快他们就把一个要十天的工作 可能十天就完成了 他这篇论文的话 是有史以来作者排名最长的一篇论文 有六万五千个作者 这个六万多个作者 全部都是game player 就是游戏玩家 然后这位老师也成为有史以来做成功的包工头 所有人帮他干活 自带干粮 用自己的电脑 做完之后特别happy 特别开心 要感谢他 这是真正意的人民战争 这是一个愉快的模式 这愉快的模式其实背后在什么 就是他通过网络的模式 或者通过这样一个程序 数据的模式 把这么多人的智慧的大脑连在一起了 第二个例子就是我们科大潘校长的这个例子 我们用自由意志来检测随机数 大贝尔实验 对的 十万人投入这样的一个事业 其实也是通过一个数据的方式 把人类的这个资源连接在一起了 是的 从爱迪生开始 古往今来这么多的科学家 工程师 还有技术人员 做了这么多材料 那么这背后其实蕴含的是很多智慧 如果我们有一天把这些数据全部集成起来 它其实这个背后就能够给我们一个非常愉快的方式 去做这个数据研发 听起来非常有意思 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哈佛大学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这个实验室的反其道行之 它把其他十个实验室错误的 失败的 合成路线的数据拿来了 拿了之后 然后它就可以构造一个类似于全局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在这个全局里面它再进行搜索 很快的找到新的合成路线 这让我想到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科学探索 其实没有失败可以的 如果发现此路不通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成果 这对别人也是有启发的 我们现在的科学期刊 都是发那些成功的结果 但是实际上一直有人希望 我们应该设立这样一个期刊 专门来发那些负面的结果 说什么什么不通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的 在数据库的建设这方面 有什么具体的办法呢 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个什么呢 开放的思维 我之前是一个物理的思维 或者化学的思维 我也很感谢 我之前我是在中科大少年班学院 人班主任 我们少年班的话 它是部分专业的 所以我们班上有数学的同学 有生物的同学 也有计算机的同学 那么就有几位同学 到我们的科技组 来了解情况 OK 我就临机一动 就把建数据库的任务 交给了数学的和计算机的同学 他们在很快的迅速理解 我们物理化学的要求之后 或者材料的要求之后 他们就迅速的有这样的一个 网络挖掘的方法 用程序的方法 可以很快的 把我们数据给扩充起来了 这少年班的本科生都是这么鼎用 后生可外 太好了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故事 就是去年在八月几月份 就美国政府停摆 他们停摆的时候 美国技术标准局NIST就关门了 那段时间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被卡脖子了 因为很多人都找不到标准数据了 那一天它断完了 断了一个多月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急事的先收集了几千万的数据在里面 所以那一次呢 我们是可以为我们的很多朋友 包括我们香港科技大学的朋友 为他们提供一部分数据 你说的这个我们是指的是谁 就是我们维持度国家实验室 国家研究中心 这位我们科大的合肥维持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 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广告 数据其实都在那里 特别是还有很多失败的数据 大家不会去关心它 而且网络上面也存在大量数据 我们把里面的数据挖出来 它组成一个知识库的话 其实可以迅捷的给别人提供一个帮助 就跟小朋友发生支点一样的 知识数据 我们先建立起来 这个就会很有重要的意义 那这是整个科学的一个基础设施了 对 是的 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这么一个工程 我们实验室的一个小例子 我觉得很有代表性 我记得当时我博士毕业的时候 我的导师给了一个忠告 他说永远都不要批评你的学生 他说如果你批评学生 学生以后就倾向于给你最感兴趣的结果 但是如果每次都是你预料中的结果的话 那肯定是很平用的结果 有一次碰到一个这样的实验 就是说同学在做一个自断上材料 他要用酸去把它清洗掉 我们通常是要拿塑料的裂子去做这个实验的 因为塑料的裂子进了酸的话就比较稳定 它不会被腐蚀 但是我们同学确实无意中做错了 他拿铁的裂子把这个材料加进去了 然后他本来以为糟糕了 这个可能会把这个裂子给搞坏 而且实验就是这个清洗废品也不成功 但是他无意中发现 这个废品的材料确实清洗不掉了 但是它变成了一个金刚不坏之声 在这个酸里面不管多少量的酸 它再也不会被腐蚀了 他找过来跟我们讨论 为什么这个材料会变成金刚不坏呢 然后我们就发现 其实里面进入了有一层氢原子的保护膜 穿上了一层氢原子组成的盔甲 听起来很像我们以前学的铝表面的钝画那种感觉 对 这个时候我们的材料的数据的重要性就进来了 我们就开始给它做数据的模拟 看看怎么回事 为什么无缘无故它会多了一层氢 后来就发现 之前说的酸溶液里面它有腐蚀性 是来自于它里面的质子 这个质子的话就是带有正电荷的氢原子 对 这个正电荷其实有一定的破坏性 它会破坏我们的材料 但是它用一个铁列子进去的时候 铁又给这个材料提供了一些电子 对 电子是负的 而质子是正的 所以电子先进入到这个材料之后 它就会自动的把外面的质子 就是带有正电荷的氢原子拉进去 然后一块变成一个中性的氢原子 对 然后就是中性的氢原子就很轻松的进去了 在之前我们其实花了很多力气 想办法想把氢原子打进去了 用非常贵的金属做催化 用高能做驱动 那现在因为负电荷在吸引外面的带有正电荷的质子 它就很轻松的进去了 那么有了这个激励之后 我们就开始筛选 我们把那个实际上所有的金属的那个提供电子能力 就是一个叫公焊素的数据给拿出来 把半导体大量的半导体不同面 它们的那个得到电子能力给拿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一个氢原子钻到这个材料里面去的 它碰到的这个能量的那个就是壁垒 壁垒的高度的数据也拿出来 那这个我们迅速组合就拿到一大堆 有这样的过程就非常快的就是可以找到 我们需要的一个组合 你们是把这个氢原子成功的缠到这个金属里面了 但是然后呢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呢 我就发现其实它真的蛮有用的 人们之前是花很大力气用高能量驱动 把这个氢原子打进去 它们的目标什么呢 它们是希望实现一种用氢改性的这种智能窗材料 智能窗 比如说有一种材料是奥向盘 它如果在有氢进去的时候 它可以从它的本来是一个绝缘的半导体 变成一个金属的材料 而它变成金属的时候 它会透光性就会被关闭 光就不透了 所以人们就用它来做成智能窗 它可以根据温度变化 然后就调节我们的阳光 进来多少出去多少 这样的话就可以智能调节室内的温度 我们发现市面上这么做的产品很贵 刚刚说的要高能驱动 还要真空条件 但是我们发现 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拿了一杯酸溶液 再加一点金属 泡一泡 它就成功了 一个非常温和的条件 对 而且成本很低 所以我们现在就和实验室周成文老师 我们在一起做尝试 做成第一代的器件产品 它能够很快的实现氢原子的进去和出来 而且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做了大量的数据筛选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加一个电压的方式 可以基本上精确的调它氢进去多少 也就是调节它颜色的变化 再调它的光能的进入的多少 这不但是理性设计 这还是理性的控制了 对 所以这个材料从成本上 从响应速度上 从它的那个 就是说透过光的调节的性能上 都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产品了 我们在材料数据这一块的积累 其实已经非常大了 反而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中国是有大量的优势的 我们一年帮他们省了4000多万 我们在这里 我们一起用电的屋里 我们一起用电压 我们一起用电压 不入口 或是一段少量的 也就都是一个 看上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